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第三节的高峰会友 我们延续医药行业的话题 刚才提到医药行业的政策方面 2015年有两个比较大的转向 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有几方面的转变 这牵涉到分销的层面就是两票制 什么是两票制 就是由医院 由药厂去到患者 发两个发票 因为之前分销商有太多 例如药厂经过一级分销商 二级分销商 三级分销商 才去到医院或患者 现在国家的政策是希望减少分销商 令药品的价格没有涨得那么厉害 因为这也是牵涉到医保控肺的一个话题 其实这两票制就是希望可以令到医保的利率 更主要令到用药的成本降低 因为中国特色就是医疗是由医保买单的 所以医保不想付那么多钱 所以除了医药资亦要减价之外 另一方面就是中间的一层也不要赚那么多 所以这个政策也挺统一的 内地来说最重要是省钱 政府省钱 其实是内地特色 就算是淘宝也好 或者是e-commerce也好 全世界的目标都是这样的 踢走这些中间人 所以在这里可以献生什么投资机会呢 譬如说两票制这件事 两票制就是比较理好分销商 一些龙头的分销商 龙头的分销商才有全国的物流能力 如果本身你说有很多重分销商 A买给B买给C买给D 最终才到医院 现在剔除了之后就是药厂分销商 直接就去医院给医院去买 所以分销商就会越做越大 现在这个政策就 由2016年4月 它就是说会更多的试点 因为其实两票制 比较多是这一两年 但是其实看回广东省 其实是试验过的 即现在还是试验阶段 不是在全国范围的实施 但这一两年是讲得比较多 而且会听到最高指示 是真的会逐步实行 其实两票制 其实是在2006年在广东省试验过 但是在2011年就停了 因为可能太多地方的人反对 但是2012年就在福建 因为刚才也说过 福建是医改的试点省份 所以很多政策都由福建去试 其实2012年福建已经采用了 去到今年或去年的时候 会确展到的省份是8至9个 所以药厂方面也要准备 譬如一开始药厂本身 它是比较依赖一些多重的分销商 它要看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它自己建立自己销售团队 另一个选择就是它直接可以要 就是给一些大型的分销商 帮它去做 或者它自己 就像某些大型的公司 它唯有自己 就是慢慢地控制所有的分销商 将这一级二级三级分销商 全部统一了 它变成同一间分销商 做完所有的事 所以现存在市场上 大型的分销商 例如国药那类型 都是受惠这个轮票制 令到它们可以整合各行业 生意越做越好 这是其中一个可以留意的概念 还有其他刚才说的政策 也影响不了分销商 例如CFDA 是不会影响到做分销商的 或者招标也不会影响到分销商 所以最近你见分销商的公司股价 其实长期是一个高的 premium的水平 因为医药股很多都已经去不到一倍PEG 但是分销商反而是 可以一直维持股价在一倍PEG上下的 还有它们业绩也真的搞到 不过如果那些药厂 整个行业开始慢慢理清了思路 搞清楚政策的风险在哪裏 政策未来想怎么行 做得好交到数的公司 或者甚至之后可以经历到CFDA 可以入纸 你真的可以审批得到药 又或者医药明冊 是不是会有些新药可以加入医药目录呢 医药明冊 其实也很大呼声 是会年底做一个更新的药 因为医药目录 其实已经是用了七年 也没有再改过 所以有很多 譬如之后才推出市场的药 其实也未能达到 如果今年医药目录 是真的可以更新的 那对于刚才我说的行业 那种感觉也会比较好 因为我见药厂对医药目录 都算是又恶又恨 因为它招标就会压到你的价格 非常之低 好像没有什么钱赚 但是如果你在里面 你又成功指导标 你的量又会升得很厉害 大陆最重要是买量的 如果你买到量 你就会有钱赚 还有如果像一个保证 你在医药明冊里面 你的药就在里面 你不在里面 基本上你怎样等 做多少药 很弱也是没用的 所以何时会有这件事看 其实近期也出了一些政策 譬如说 有点指引 譬如说哪些药 是会立入医保目录的 因选条件 譬如有三个 譬如一个就是 现在已经有15个省份 或以上的省医保 就可以自动进入下一轮的因选 第二个就是在其他的临床指引方面 它是有认可的 第三个就是安全性 或者有效性 所以这个是会受惠一些药厂 就可以自动��入医保目录од 从aron 即是实在推出的 但是对于行业 对于行业 الق游没有那大影响 但是行业间 是有变证再活洗牌程 如果有了 某些藥廠其實可能會受害,對某些藥廠的價格是負面 尤其是藥廠是吃開老本那類的 打算做定粒粒,這個名冊會長期賣 那些其實是受害的 那些是受害的,而且最近還有一個新的名冊 或者叫做附助用藥的目錄,在省份上推 這個附助用藥的目錄已經達到九個省份 最上一個應該是四川省,在一、兩個月前 附助用藥目錄的目的是做甚麼? 因為國內的情況,有些藥其實未必會有這麼大的有效性 但你多用一兩次,其實是無害的 那變相… 那些是補品來的 其實外國有一個名字叫神藥 醫生那方面有很大的動機去多開一兩 因為到現在還是一樣的,醫生開藥是有效性 因為大家都聽過醫鬧這個詞 即是一些… 哪個鬧? 鬧劇的鬧,醫鬧 醫鬧 那些病人為不滿意就吵醫生 即是叫親民一起為醫生 是呀,就是因為醫生本身是… 其實在國內是一個比較危險的行業 是呀,他們有些數據,我現在一時間無法呼籲 但譬如每年可能會有幾多次受到攻擊 那些病人為何會有這樣的動機去開這些藥 就是因為他們本身的薪金是偏低的 是呀,這樣才說 所以他們需要開一些藥 可能收多一點藥廠的… 對,現在呢 現在國家正在處理這個情況 就覺得這些藥要控制 所以會有一個輔助用藥的目錄 所以剛才你說有些藥廠 可能是吃老本做還是粒的 即是做一些輔助用藥 這輔助用藥 如果進入了輔助用藥 明察會有甚麼後果呢? 即是醫生不可以開 即是醫生不可以開 或者可以限制 譬如某個醫生去到某個醫院的主任 那些級數才可以開這些藥 所以對於薪金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些政策也是泰若流強 或者令到整個醫保的資料用得好一點 那這個就是最常的副作用藥 算不算是一些… 通常在內地看醫生 或是一件事甚麼都無理 先刺針 刺針 或者是釣魚 所以是的 我看過有些…譬如醫院的Top 10 cells 在國內的Top 10 cells有一個是養髮藥 是的 那是為甚麼 因為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打釣針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中國國情 少許 但是另一方面 譬如有些散販 近來這一兩年 又會推出一些叫做大病醫保 大病醫保就是 如果有些重要的大疾病 例如可能是腫瘤的 可能有些省份 現在開始都會陸陸續續推出這些 例如至剛2014年 有這些大病醫保的目錄 或者今年有湖南 都應該有提出過這些目錄 可以比較創新的藥 其實省都會做工作 去洗牌 在大洗牌或者太陽流強的過程裡 香港上市公司有沒有哪幾家 值得關注 留意有機會洗牌之後的贏家 其實也有些比較做R&D 例如近年比較做得好些 例如石藥 例如三生 或者三生制的公司 或者伏星都有做R&D 其實近三四年 其實它對R&D的研發比較大 伏星都 之前都是靠拼球 對 伏星是從財技為主 我們都在節目上推介過 如果大家不懂得選藥股 就像我們這樣 拿著伏星 畢竟你是靠拼球起家 你沒有R&D 你買一間回來 所以比較少人看伏星的R&D 但其實它也有不少努力 你剛才提到的三間 如果分開的話 因為三間很不同 三生應該相對來說比較小 石藥 我們之前是一間香港上市公司 然後石藥入了股做大股東 所以有自己不錯的R&D 業績也不錯 復星主要是靠M&A為主 如果是說 接下來比較有機會受惠的話 可以怎樣直接受惠到呢 要通過它們研發出新藥出來 然後 他們現在的投資 多不多已經在醫保名層上面的藥 還是屬於有機會能夠進入的那些為主 我想都是能夠進入的 因為剛才提到的三間公司 譬如像石藥一樣 石藥比較創新的藥 譬如可能腫瘤 腫瘤的業務 其實是2012年才開始 所以那四種藥 其實全部都未進入醫保 OK 譬如三生 三生的藥都是入了省的醫保 但也未進入全國的醫保 你剛才提到其中的規則 如果你是省的醫保 而國內的生物藥用的佔比 亦是比較低的 但生物藥的特效性是比較高的 即是生物藥的藥效比普通化學藥更高 尤其是在肿瘤那邊 數據是低於全國市場的一半 譬如可能生物藥在國內佔整個藥品市場 是5%左右 那麼少藥? 而生物藥或全國市場是11%左右 OK 即是說對於生物藥這個category裡面 其實本身具有一個成長的空間 是的 再加上某些生物藥 可能由本身不在全國的邀命名冊 將來是有機會納入全國的邀命名冊裡面 是的 你剛才提到那三間藥藥公司 石石藥和復星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 以及觀眾比較認識 但是三生似乎是比較少人認識 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這間公司做些甚麼 其實三生是前幾年美國上市 他退市後在香港上市去年 他藥那邊主要是之前有兩種藥 一種是出眾紅血球的藥 是給腎病或化療的患者 另一個是增長白血球的 是 這兩種藥 其實他今年也做了一個拼求 拼購了中信國健 中信國健本身也有一種藥 和中信集團沒有關係 還有一些關係 還有一些關係 因為中信的完美貨是持有的 亦做了這個拼求 所以現在的股票是強了 和拼管的深度也強了 也是一個生物藥的龍頭 原本中信國健那邊 原本的兩種藥 已經是省醫保病查的 對 如果全國的醫藥重新招標 他可能有機會進入全國的醫保病查 國健的投資本身也有兩種藥 也是有機會 他現在和國健的關係是否正確拼購了 對 所以他的股票就大了 大了 還有拼搭也深了 剛才提到的部分 他除了不單止現在有幾個賣 將來因為他本身有做研發 未來的話 也會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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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可能就多一個在未來的新藥 是啊 我們是有持有三星製藥的 我們主要是持有復星、國藥和三星 所以幾個範疇都齊 因為你看到鳳凰醫療都有持有 所以由分宵、製藥、醫院 都是有包覽度的 相對出來是看好整個醫療板塊 我們經常散 schreiben給的香港 可以都有 在 gle다는微笑的時間也差不多 很感謝Viu pointingας 介紹了這麼 womb櫻的行業 當然那麼短時間便未必可以全部說完 我們待在未來 看見Viu pointing σας 再深度去研究一下這個版塊 我們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中秋節快樂 拜拜 如果你們在保險上有任何問題 可以打來這個電話和email去查詢 瑞治亞洲關懷保障連繫你一生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